如果你是2019货后买的车 就不用担心这个 就已经没这个问题了 那2019年的车呢 你只要没有换货 都还是有这个问题在 就是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以前大家很关心的这个 轮框里面的内套款 我们去找了一颗就是 这是全新的啦 所以都没有商 但是这是旧款的 旧款的内套款是长这样子 你看到它中间有凸一个肚子 它是中间这边砰起来 然后再锁下去 应该很多骑勾勾兔的 应该都知道这个啦 就算你没有坏 应该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在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是 培林坏掉 所以换培林 然后顺便换套款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真正让培林坏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套款呢 它就是放在轮框里面 它就是放在这个轮框里面的 然后呢 左右两边 就是培林把它盖住 左右两边就会有这种培林 把它这样盖住 所以里面是长这样子 所以它 透视图应该是这样 长这样子 就是培林 中间套款 这样子 早期发生的问题就是 我起起起起起起 然后培林突然就挂掉了 然后打开呢 里面都是铁屑 发生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个套款 因为它中间 碰一个肚子嘛 所以其实它这个 碰一个这个肚子的地方呢 离轮框很近 它有公差的关系 因为 我们后来发现 它里面中间这样子 你从中间这样看 里面有一条接缝 所以 我不太确定 它制作过程是怎么做 但 它有一条接缝 所以我猜想 它应该是一块铁 然后用一个 可能讲 温行帽 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 它就是把它 折起来之后 然后用一个高温的东西 让它制黏 对 它是这样把它 弯成一个圆管 当然它这样弯起来 不会是正圆嘛 拉个同心度之类的 让它是正圆 所以它在转的时候呢 不会偏摆 但我猜它应该是没有做这个动作 所以它转的时候会偏摆 它转的时候可能会上下上下上下 如果公差稍微大一点的套关呢 它上下上下的过程中 它这个凸出来的肚子 就会去尻到轮圈 它就会去尻轮框 尻轮框就会有铁屑嘛 我们培链这样把它盖住 铁屑 尻轮 铁屑怎么办 那一定是往培链这边跑 因为它盖住了嘛 它铁屑出不去 那培链它是会转动的嘛 那转动的过程中 那铁屑很细 它会从那个缝缝里面 就这样被卷进去培链里面 然后培链里面就有铁屑了 里面的机构被搅坏 然后培链就受死 骑起来就会有那种 咳咳咳的声音 或者是说有的人前轮 坏得很严重的 它骑起来会晃 因为它整个培链都快散掉了 当初这么多人会换这个东西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它其实是这个的问题 因为其实培链都很耐用 这是旧的设计啦 2019年之前生产的都是这一种 这是后轮的比较大 前轮的比较小 一样也是凸一个度 2019之后呢 它们全部都改了 它们改的跟改装的一模一样 它们改这样子 完全直的 对 这个是改装的啦 可是原厂现在也改成这个 一模一样 材质 材质无关 反正材质都没有关系 它改这样 它这样子就碰不到轮框了 就是完全直的 所以2019年后的车呢 就没有以前这类什么内套管的问题 培链它当然是属于消耗品 时间一久也是得换 但是当然不会像以前有的人骑了一两千公里 甚至有人刚交车 骑出来就坏了 七公里就挂了 也有 我们有遇到七公里就挂 我们也有遇到 骑了八九千一万 反正这中间的里程数都有人坏过 一定会有人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原厂要做凸一个肚子 为什么不一开始做哪一种就好 这是我的猜想啦 我不知道它做凸一个肚子的用意 真正用意是什么 但是 我们生产线要跑速度嘛 因为生产线怎么算成本 就是用时间去算 你生产一台车需要花多少时间 那个也都是算进去车子的成本里面 所以它当然能够越快越好 它其实轮框中间 轮框里面有一个空间嘛 它这个套管在里面的时候呢 其实它会动的 它在里面其实会上下动 那你上下动呢 你的轮心要穿进去就是不好穿 你可能轮心穿到这边 它在这 那你就穿不进去 那你把它弄上来 它可能会掉下去 它就会变得比较不好穿那个轮心 那所以它在生产线上面的速度就会下降 那它凸一个肚子呢 让它上下摆幅变小 因为它凸一个肚子 它离轮框就更近嘛 那它摆幅大概只有这样子 所以我们穿轮心很快 很好穿 那如果像这种石筒状的 上下摆幅就比较大 那轮心就比较难穿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猜想 它中间会做一个凸一个肚子的用意 应该是为了穿轮心 你看呢我们这个也是改装的 套管跟培领 你看它没有对在同一个圆心里面 对就是这样 所以我这样穿轮心会变得不太好穿 所以我在猜他们做这样子 应该是为了生产线方便 可是它却没有去考虑到公差的问题 有客人因为他不想多花钱去改装 那我就建议他说不然你回原厂出保看看 如果可以出保 当然免钱就OK啦 就把它出掉 那时候S2最严重 S2出来之后几乎每台都坏 那有人有去出保过 公里数很近有出保 有些店家有出给他 有成功出保过 有些是没有成功出保 他们那时候没有新的套管 所以他出保还是给你这个一样的 所以我们有遇过个人 他出保了三四次都不行 他才来外面做改装 换成那种纸筒新的套管 然后就没事了 那时候园长还没有做新的套管 所以他就一直给你这种 但是我印象中 我记得大部分都是出保没有成功 除非你里程数非常低就快掉了 那他会出保给你 可是如果我记得你骑个两三千 挂掉他好像不会贏 但是因为现在 2019的车都改掉了 所以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像AI1也没这个问题了啦 但是呢 虽然1705是2019年后出的车 但是我有听同行说 有些1705拔掉里面还是旧的 但是因为我这边没有拆到 1705的轮轴里面 所以我不清楚是不是真的里面都是这种 但是我有听同行说 有些1705拆下来里面是旧的 有的人会问说 应该是这样讲啦 很多店家在外面都会说 即便你是新车 他也会建议你换 像比较好的培林 比如说SKF之类的 就是进口的培林 比较好一点 他会跟你讲说 顺畅度会比较好 会比较顺啊等等之类的 但是 坦白跟你讲啦 换这个 我们如果以数据来讲 他会比较顺 可是你感觉不出来 就不用多花钱啦 你就是等到他 你就把它当消耗品 原本的 磨损的 你再换就好 不用为了滑顺 去换这个东西 你绝对感觉不出来 一定感觉不出来 所以那种 跟你讲说 骑起来比较滑的 那个都好小的 他 确实会比较滑顺 但是 你感觉不出来 骑车最重要的是体感 你感觉不出来 那他再怎么滑顺都没有用 因为我就是感受不到 所以感受很重要 数据是一回事 感受才是比较重要 早期很多人 他坏了之后没有发现 一直骑一直骑 最后轮框整个坏掉 因为他越脚越烂 然后 他越脚越烂的情况下 他整个培铃都歪掉 然后 一直摩擦之后 那个培铃整个跟轮框融在一起 当然 我培铃拉不出来啊 那套管也换不了 那轮框就是报废 我们也有遇过这种 为什么会没有发现 重点在于说 这个声音跟链条很像 有的人链条 眉清 或是死目不是会 哭哭哭哭哭吗 那他也是类似的声音 所以很多人都会误判 都以为说 哦是链条 然后一直轻一直上 一直轻上 然后链条一直扣都 都 找不出原因 然后还是一直扣 然后都以为是链条 然后最后 发现是轮走了之后 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要发现 就是 把链条拆下来 然后 单纯 转后轮 就是没有链条 负载的情况下 去转后轮 那转后轮的时候呢 他 然后你摸腰臂 他如果会有碎症 那就是套管 差不多了 或者说 培林已经差不多了 对 后轮比较容易误判 那前轮没有问题 因为前轮 如果有 摩溜摩溜摩溜 就是培林 因为前轮没有链条 我们那时候 遇到很多客人 他都是预防性更换 19年后的车 就不用担心了 全部都换成 跟改装一模一样的 他有一点就是 因为 GOKOLO前轮框的培林 他基本上是外露 但是他是外露 嗯 对 就是外露在外面 嗯 然后 他外套管也是没有防尘的效果 所以他整容是外露在外面 基本上 如果我们全部都以正常来讲的话 前轮 培林是会比较快一些磨损的 嗯 对 因为他小颗嘛 然后 他又外露 再来就是 如果你有改卡钱的人 这个也比较容易坏 哦 对 因为你 急煞的时候啊 他这个 轮心会往下 撕力嘛 那这个 培林比较小颗 所以他 你这样往下撕力的时候 他 比较容易超出负荷啦 因为他都是外露的嘛 所以如果你是住在比较潮湿 容易下雨的地方 这个都容易修掉 然后就会提早坏 看一下AI-1 这是AI-1的轮框 然后你看他外面这一圈具有涂风 然后这是他的外套管 你看他看不到培林 他就把培林遮住了 相对来讲他防尘效果比较好 所以 正常来讲的话 他的寿命会更长 同家屯稍微有用心的地方 就是他多加了这个涂风 我记得UR1也有 那EC05是Gogoro代工的嘛 所以也没有 如果你们有 曾经换过这个东西的 或者说你们有去 跟原厂要过保护 但原厂叫你们自费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来看看有多少人有换过这个东西 很多车商就是因为这样 太多人是铁粉支持他 他就 我没改没差 反正这么多人听我 我就这样卖 你们也是买得很爽 可以理性 讨论啦 啊你要在那边说的五四三的哦 我就把你封锁而已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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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